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老王 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 摩托车 我身边的这台车 大家眼熟吗 春风650GT 今年刚刚推出来的一款车 它是和NK650和国宾650搭载的是相同款的一台发动机 只不过在性能方面做了不同的调校 NK650是一台运动型的街车 而国宾650是一台公路巡航车 而这台GT的出现 就是完美的综合了两者之间的优点 既有街车它的一些运动特点 同时照顾了在长途骑行中一个舒适性的驾驶感受 今天呢 老王就这台车的一些性能特点来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台650GT的售价为43,800 整体的线条非常的紧凑 既没有国宾650庞大的神区 加了包围覆盖件后 也比NK650饱满了许多 加边箱后 这辆650GT的整体重量达到了236公斤 只比宝马R1200GS水鸟轻了2公斤 所以在移动车辆的时候还是需要一定力量的 650GT的车头非常的有辨识度 T型前脸配双眼大灯 营造出了一种十分个性的表情 远光灯 日行灯 和近光灯 分别占据了上中下三个分区 全车采用LED光源 由于采用了双灯组合 所以夜晚照明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能够应付绝大多数车友的照明需求 如果是经常跑夜路的车友 后期也可以加装一组照明灯具 因为是公路休旅车 所以这台GT也配备了一块可以上下调节的前风挡 不过这块风挡只能在停车后用手调节 无法在骑行过程中进行切换 有点不太方便 在实际的骑行中 能够将上半身的风阻给过滤掉 只有头部会有些许的风能吹到 表现不错 该车的仪表搭载的是一块全彩的TFT液镜仪表 在两个模式的切换下 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显示界面 非常的有娱乐性 在舒适性配置上 春风也是下足了功夫 一左一右配备了两处电源接口 左侧为USB接口 而且是双接口 右侧为12V的电源接口 方便在长途旅行时 加装或者外接各种电器设备 非常的贴心 但是老王想吐槽的一点就是车把按键设计的有点反人类 不走寻常路 刚骑的时候 左手找喇叭键 寻摸了半天 原来是将转向灯放在了最下面 将喇叭键放在了转向灯按键上面 在上方就是模式按键 可以切换不同的驾驶模式 右侧的按键也比较特殊 启动按键不像常规车辆 是通过按键启动 它将启动键设计成了一个拨轮 往下拨是启动发动机 往上推是关闭发动机 关闭 刚骑它的时候还是需要适应一下的 不过按键的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650GT的油箱为19升 容量中规中矩 时区骑行的油耗大概在5.5升每百公里左右 如果高速骑行应该会更低 19升的油箱能够提供超过300公里以上的续航能力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坐垫 采用的是分体式皮质坐垫 非常的柔软 坐在上面非常的舒适 原厂配备了两只夏德快拆边箱 为长途旅行提供了一定的储物能力 为了增加载物能力和为后座人员提供支撑 细心的车主还加装了一只后尾箱 与整车非常的协调 刹车方面采用了西班牙西户品牌的上泵和卡钳 前轮双制动盘搭配双活载制动卡钳 后轮单制动盘配单活载制动卡钳 搭载德国大陆ABS系统 保证了骑行过程中的可靠性 轮胎方面在同门小弟的400GT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 用一套向牌轮胎取代了400GT上的振兴轮胎 轮胎尺寸为前120后160 减震采用的是来自KYB的减震器 前阵力式减震后弹侧弹簧减震 动力部分依旧搭载的是春风当前最成熟的 649.3cc并列双缸水冷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45000瓦 在实际骑行中能够提供超过200公里以上的激素 坐高方面 795毫米的坐高加上坐垫前部收窄 165以上的骑士都能够双脚着地 绝大部分骑士都可以驾驭 只是236公斤的体重 在推车时人需要格外小心 老王的身高为180 给各位小伙伴们一些参考 当这辆机梯动起来之后 你完全感受不到200多公斤的车重 轻盈迅捷灵敏是老王的第一感受 两个边向的宽度并没有超过后视镜 所以在道路通行时并没有带来阻碍 总的来说 650GT综合了国宾和NK两车各自的优点 既有NK灵活的操控性 兼顾了国宾长途骑行过程中的舒适度 是非常好的一台城市休闲旅行车 正在看视频的你 是不是也想来一台呢 今天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觉得还不错的小伙伴 给老王的回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